《公城者》案件中其中一名被告今日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武代表律師被告今日在庭上稱因私人理由自行撤銷保釋申請 《公安法》指定法官李運騰聽取他的原因後 最終批准被告撤銷保釋的申請被告繼續還押 今次申請保釋的被告蔡永傑已經還押超過半年 他被控於去年1月10日至5月6日期間 在香港與其他人串謀、煽動他人組織、策劃、實施或參與實施以武力 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 指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另外他令被控偷竊等罪2020年國安法後成立的組織光誠者 7名成員被指控提倡以武力推翻政權 涉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 一直還押